大家好,我是葉佳欽 很高興能夠在這裡跟大家介紹早期閱讀 在早期閱讀裡頭 我們很強調的就是親子在一起的愉快相處 如果能夠提供一個很安全非常愉快的環境 在這裡面親子可以很享受一起共同的時光 等一下我們就會跟大家介紹 怎麼樣佈置一個非常溫馨又安全的愉快的環境 我們提到說要怎麼樣佈置一個很愉快的 而且安全的環境的話 今天現場我們就會已經幫大家稍微佈置了一個小角落 大家可以在家裡面找 例如說你們常常一起共處的一個地方 如果是陌室或是我們的客廳 就是我們鋪一個硬碳放一些抱枕小椅子能夠坐下來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準備一些桌椅 還有這個上面放一些檯燈啊 或是準備一些紙張 還有筆可以讓孩子來自由的塗壓或是繪畫 那在這個當中我們也可以跟孩子一起說個事互動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就是準備一個City Player 那我們也可以放一些像是有聲書啊 一起來共同共題 當然要提醒大家就是說我們的放書的方式呢 盡量可以用開架式的 什麼叫開架式的就是我們在書架上 盡量可以把封面能夠朝著這個外面 讓孩子能夠看到封面 這樣可以吸引他們去選書 那我們這個圖書館裡面的這個後面一個背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也是在這個開架式的這樣子擺放 在選書的時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好書 對於孩子來講 我們好書的話有幾點要注意的 我就拿這本書來示範 小宝宝来说呢 一本书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说像这本给宝宝的书 它的这个本身四角 它的都是有这个弧度的一个切角 那还有它的这个装钉呢 也是非常的坚固 可以让小宝宝 它比较粗的这个操作 也不容易坏掉 那这本书的话 它还有一些折页 例如说像这样子一个大折页 也是需要是比较容易翻的 可以去鼓励宝宝做翻书的动作 训练它的这个精细动作 那还有就是这个书本里面的内容 一定要是正确 而且没有刻板印象 例如说像这本书里面 它就会有介绍不同的种族的小朋友 那它的图跟文字 彼此是很迫不迫 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书本 要吸引孩子的话 它里面的主角 它必须要它的这个个性领先 而且就是可以引起小朋友的共鸣 那它里面所做的事情 包括游戏等等 都可以让小朋友觉得很舒服 所以像这样子的书本的话呢 就是比较适合小小孩读的书 我们固执了一个很温馨的角落 还是很多爸爸妈妈会担心说 那小朋友坐不住啊 怎么办呢 其实爸爸妈妈不用担心 我们固执了一个很舒服 愉快的角落 那这个孩子常常走过来走过去 他们就会有时候坐下来 看到了好书的内容 他就会想要尽详心来看 或者是爸爸妈妈 你们有时候也可以坐在那个角落 在欣赏书 那孩子看到你在那个角落 他也会过来 想要靠着你 好就可以一起看书 如果你碰到的是 比较喜欢活泼 那个跑来跑去 这样子的孩子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在角落里头 多放一些 比如说是童调 好有些唱唱跳跳 小朋友听到的话 也会被吸引到这个角落来 好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要怎样布置一个温馨的 愉快的阅读角 那主要就是希望爸爸妈妈 也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跟孩子一起放轻松 然后一起喜欢阅读 享受这个阅读的氛围 这样子孩子他透过了一些 愉快的经验跟模仿 他自然就会喜欢阅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